好继续来看到花莲县政府消防局前往县长贵宾室 接受由唐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所捐赠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占器 以及大体老师模拟术式的训练费 由花莲县长徐正位亲自代表受赠并回赠感谢状 场面温馨并且隆重 来自吉安乡在地的唐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平时为上不予人知 负责人出招成建筑师 并且在104年以复旗的名义捐赠消防局一部高顶的救护车 目前该车仍在花莲分队服役当中 而当之消防局致力于推动盗院高颈 以挽救更多的欧卡偏向患者的时候 邱建筑师更是一不容辞 为了回馈社会 尽一点民伯之力 除了捐赠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占器 AED给吉安消防分队之外 另外也捐赠十五员工高级技术员执行大体老师模拟数训训练 期盼能够借由救护装备的挹注 以及充实的高阶救护训练 提升偏向的医疗资源 让花莲宣明更获得救护的急救品质 现在许中文表示 花莲宣消防局持续培训高级救护技术员 并且在所属二十三个分队持续推动高级救命技术技能 希望能够为本县各乡镇市提供最优质的紧急救护服务 也非常感谢糖衣建设股份有些公司捐赠自动体外心脏电脊气气酸器AED 以及大体老师模拟数式的训练费 在本县持续提升消防实力的同时 为硬体再加分 让救护人员更有精良的配备以及专业训练 共同为三三位县民提供最优质的道院紧急救护服务 记得请问华莎博老